我就特别爱送那种 缺心眼的礼物 比如 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们家人那位 就是我送过他 一生一世只爱你 就是说他一出来 我就给他送一个生 一生就是说 这个生是一生可乐 然后一世 是那个 我本来想送个世子 没找到是世子 找到个橘子 那橘子上面贴一条 你好我是世子 然后写 谜语是吧 对 还写一个 说你好我是世子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就是世子 一生一世只 然后就是抽纸巾 就是爱 然后就是拼出一个心 你 然后就是我正好站着 我跑到这个角度 然后指着他 然后就是说 一生一世只爱你 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这当时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它就是进门 然后呢 我想它要站在一个特别 正好能最后那个吸引梗 能到这个位置的那个点那 对 它就挺高兴的 我觉得你的创意不错 你这创意很好 对 因为我觉得吧 就是说生活买东西都能自个儿闹 但是就是因为我要以我自个儿的特色 来给我爱的人最大的回忆 快乐 对 对 不是这个对于我们女商来说 这个就是用心 对 对 而且很可爱 对 对 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然后对 我其实送过的礼物还真就是特别实用主义的 就是因为我是南方人 我吃米 然后我太太是北方人 她爱吃面吃 为了给她做饭 我就学习怎么去活面 擀面 天哪 做面条 李老师擀面的背影 对呀 你为你太太学会了做面嘛 对 这是我学过的最难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比博士学位还难 但我说实话 如果我的男朋友原本是不会做饭的 但是他为了我学会做饭 那我一定会很感动 我也会很感动 很感动 其实就是花心思地 用新的礼物 你就会很记在心里